台股今天表现弱势 其中又以金融股的卖压最为沉重 那么一周的开始投资人看盘 该注意什么呢 我们连线日盛投顾的李秀丽分析师 来告诉大家 粉丝学台股今天指数一直压在盘下 而量能大约跟上周是差不多 大约就是在800多亿 那么接下来投资人看盘 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的确今天这个盘是 就像刚刚主持人第一个 破口跟大家提到的一个关键 指数只有小跌41点 跌幅也不过0.48% 但是由金融股的跌幅 1.69%来看的话 的确是今天拖累指数 失守五日线 8564点的主要关键 那当然也看到 包括像富邦金 国泰金跟中信金 都是这一些金融股当中 这种权重比较大的一些 大型金融指标股 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利空主要是今天两大报的头版 都提到了这个财税新的一个政策的 当然政策还没有正式上路 也只不过丢出一个风向球 让大家做一些讨论 不过这个市场已经开始 有一点点担忧了 那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金融业的这个营业税 是不是会从这两%再调到的4到4或者是5% 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相信这个牵动这个敏感神经的这些相关的政策 财政部出来的一个说明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当然有弱势的这个指数却只有跌41点跌幅0.48%的话 这也代表了说金融股的弱势 相对起来也有一些传产跟电子的一些支撑的效果 那我们的确有看到电子的部分 看的重头戏是在太阳能这个区块 还相对比较整齐 那在传产的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特别重要关键的就是在生计族群的部分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生计族群当中的保健食品 像包括中天啊葡萄王啊 甚至在1795的美食啊 也都是在生计区块当中 大家聚焦的一个重点 那至于说在太阳能这个区块里面 虽然说这个美国的新双反 好像是重重的拿起 有没有可能真的像市场预期的 就是轻轻的放下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话 当然今天也反映在这个下游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电池 或者是在电池模组的部分 不论是在易通啊茂迪啊 也都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 那之前就比较不受到干扰的 像上游的硕核啊 或者是这个木一子为贵的国硕啊 也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那我相信在硕核啊国硕啊 或甚至在新日光的这个区块里面 都是一直以来 都是整个太阳能这个族群当中 大家在这个阶段里面 还会在持续的关注 虽然说这个真的这个出盘是在6月份 那就算回溯的话 从3月份开始 那是不是还有这个去年的营收的佳基 那第四季的财报 或者是一二月的营收 都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是整个太阳能区块里面 大家都还在持续观察的重点 大型金融带头杀不过金不过太阳能 还有生计刚才提到的个股 或许可以往上来拉抬 投资人可以多多来关注 谢谢分析帮我们做的分析了 优优独播剧场的垫直播